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兵 上星期介紹完普京 這條片就一定要介紹他的主要對手 被俄羅斯全面入侵仍然戰鬥到底 又沒有政治經驗的一名喜奇演員 奇蹟成為烏克蘭總統的習近平 Volodymyrom Selenskym 我給你24小時 究竟他為什麼可以上位? 他背後的金主 同時被俄羅斯通緝 和美國禁止入境的烏克蘭頂級富豪 又是什麼來頭? 扎連司機上台之後 面對著什麼難搞的問題 特朗普避騰又關他什麼事? 哇,好多東西 馬上開播 扎連司機在1978年1月25日 出生於當時還是蘇聯的烏克蘭東部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母語為俄語 父親是基庫國立經濟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後來曾經長期擔任計算機科和軟件是主任 母親曾經是工程師 小時候由於他父親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國工作 所以扎連司機跟著父母在那裡度過了4年的時光 在8歲那年 他們就在蒙古小學讀完一年級 就回到烏克蘭 扎連司機本身打算去以色列留學 但經過他父母勸稅之後 他就留在烏克蘭 進入了基庫國立經濟大學法學院讀書 不過扎連司機就不喜歡律師職業 除了兩個月的實習期之外 他就再沒有從事過法律行業 1997年 他們就和同伴組建了喜劇表演隊 95街區 參與俄羅斯電視節目KVN 成為了廣受歡迎的節目 到了2003年 他們就不再跟KVN合作了 就改為和烏克蘭電視台1加1合作 奇劇團隊轉型為95街區工作室 團隊的喜劇節目時常都涉及政治題材 之後大家都應該近排聽過 在 YouTube 也有得看 不過簡直是字幕 澤連斯基團隊製作 2015年開始播出的政治喜劇 《人民公佈》 這套電視劇在烏克蘭很受歡迎 不過小弟看了兩集 覺得保護通通就沒有再看下去了 其中描述就是澤連斯基飾演的中學歷史教師 因為不滿意現有政府葉荷口大碼 被學生拍下了之後廣傳 而意外得到極大認同 之後還當選總統 當選之後又拒絕跟大商家佬、貪官合作 大力懲治貪腐等等大塊人心劇情 然後收視率也相當不錯 有評論認為這套劇是近年烏克蘭最受好評的電視劇 大家有興趣在 YouTube 上也有看 之後去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烏克蘭一家一電視台 正常應該播出時任烏克蘭總統 波羅辛科的新年賀詞 但是竟然在新年賀詞之前 首先播出了澤連斯基的新年問候 以及正式參選總統的聲明 宣布參選後 澤連斯基的支持率為11.4% 小福度領先競逐連任的波羅辛科10.3% 即到 1 月 21 日 用電視劇靈命名的人民公僕黨正式成立 澤連斯基成為黨主席 之後再到 2 月初 敏意調查顯示 澤連斯基的支持率已經升到第一位 最惶奇 1 加 1 電視台在 3 月 27 日 即 2019 年烏克蘭總統的前夕 推出了人民公僕第三季 整個烏克蘭都是澤連斯基的大頭海報 上面就寫著人民公僕 即是很巧妙地將電視台的宣傳 變成他的選舉宣傳 同時又不用契入他的選舉經費 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電視台會這麼幫助他呢? 稍後詳細跟大家說 澤連斯基沒有採用傳統搞大型撥動站台式宣傳 又不參加總統辯論 而是主公社交媒體 以及要搞動讀少talkshow形式來宣傳 大玩親民 比已經厭惡老舊政客的選民有一個新衝擊 最後波羅新科向澤連斯基提出辯論的挑戰 澤連斯基善用他的老本行 用一段一分鐘的影片來回應波羅新科 他表明不會像波羅新科一樣退縮 還需要波羅新科承認和他辯論的 不是俄羅斯傀儡 不是電視台老闆 波羅莫伊斯基的傀儡 不是親俄 不是小俄羅斯人 不是白癡 不是小丑 而是烏克蘭總統候選人 我給你24小時考慮 直至在2019年4月19日 澤連斯基和波羅新科 在奧林匹克國家綜合運動場公開辯論 辯論在差不多結束時出現經典的一幕 波羅新科就算澤連斯基 沒有政治經驗又軟弱 想頓巴斯地區和平? 你向普京跪低是你唯一的方法 之後澤連斯基回應 跪低?跪啊 我準備跪了 不過你是對著一些因為在頓巴斯戰爭中 失去親人的烏克蘭民眾而下跪 我現在就跪 邀請你一起跪 之後你澤連斯基就向著群眾雙室跪地 波羅新科一時就不太騷擾到 之後你就對著後面支持者舉席的國旗 單室跪低 其實波羅新科轉數都頗快 不過看起來很差勁而已 最終這場烏克蘭總統大選 澤連斯基得票率為73.22% 波羅新科為24.45% 澤連斯基取得大勝 而且他的得票率 刷新了烏克蘭總統選舉紀錄 2019年5月20日 澤連斯基宣誓就任總統 同時表示 前蘇聯的國家 看看我們 在烏克蘭一切都有可能 另外他將會保衛烏克蘭獨立和主權完整 隨後就在就職演說中 宣布解散國會 提前選舉 並且呼籲前總統波羅新科的時期內閣成員及時下台 之後作為回應 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烏克蘭總理等高官紛紛決定辭職 不過 澤連斯基上任後就被指用人為親 任命喜劇業界人士出任政府關鍵職位 例如 烏克蘭政府有30多人 都跟澤連斯基的劇團 95街區有關 曾任劇團總監巴卡洛夫 出入國防情報機構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負責人 總統辦公室主任 葉爾·馬克 曾經是媒體律師及電影監製 總統首席顧問謝菲 曾任編劇及監製 最終他被批評大部分官員都是缺乏國防和外交經驗 另外 他之所以勝出 同時被指靠著電視台老闆 易萬富翁 波羅莫爾斯基 也即是澤連斯基背後的最大金主 波羅莫爾斯基 是全烏克蘭頭三個有錢人之一 他們是一位堅定的反俄人士 曾經與波羅新科 桂莫新科 一起推翻了親俄的亞魯科維奇政府 隨後成為了大列伯羅比德羅夫斯克的州長 這個人曉張拔戶 有著幾千名私人軍隊 而且最重要他擁有著1加1電視台的70%股權 大家明白為何電視台會幫澤連斯基幫得出面呢? 同時也被視為澤連斯基的親密盟友 澤連斯基上任後 更加任命了波羅莫爾斯基律師作為他的參謀長 另外一直在海外本身被上任總統針對的波羅莫爾斯基本人 也突然回到烏克蘭 並且在烏克蘭的自然區 興建了一個大型的滑雪度假村 當大眾打算看看新總統如何解釋這些利益輸送時 澤連斯基只是簡單回應 這個度假村工程跟總統工作無關 外界擔心澤連斯基會輪為波羅莫爾斯基的傀儡 雖然澤連斯基後來也拒絕了波羅莫爾斯基 將他的銀行被前政府國有化後再次有化 企圖用行動來證明 澤連斯基的施政是獨立的 不受大財團干預 但是貪腐問題在烏克蘭依然相當嚴重 與此同時 波羅莫爾斯基分別在2014年 被俄羅斯以組織謀殺而通緝 還有在2021年 因為參與腐敗活動而被禁止入境美國 澤連斯基的金主都可以說是相當惹火 不過澤連斯基本人上任後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大問題 例如 大家都很關心的特朗普坦日事件 話說在2014年 奧巴馬政府嘗試用外交途徑 支持烏克蘭新的親西方政府 時任副總統 Joe Biden就聞到錢的味道了 2014年4月22日 拜登飛到基庫 敦促烏克蘭政府 減少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供應 而他的兒子Hunter Biden就加入了烏克蘭能源公司Burisma Burisma是烏克蘭最大的私營天然氣生產商 而這間天然氣公司的老闆 澤羅切斯夫基立場親俄 而且也是數一數二有錢人 以及曾經是親俄的亞魯科維奇的主要官員 沒有能源背景 沒有相關知識的Hunter 入到他做 當然是因為他姓拜登 而且他還在Burisma出了幾百萬糧 其實自2012年 澤羅切斯夫基被調查洗黑錢 肚衰和腐敗的指控 到2015年 接任檢察總長的 趙金接手調查 趙金表示自己是因為Hunter Biden 成為了主角的Burisma調查案而被開除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的 就是奧巴馬政府擔心趙金 在烏克蘭真的查到Burisma的貪污問題 之後就會連累Hunter 再連累美國政府 所以在2016年3月時任副總統拜登 就向烏克蘭議會發出最後的通牒 要求炒了趙金 否則就會扣留10億美元的保證金 最終趙金一個月內被罷免 他的繼任者盧金科 最初都是採取強硬的態度 但是不久一年就宣布完全中止針對 澤羅撤斯夫基的全部法律程序 以及懸疑未決的刑事指控 拜登就一家平安了 之後去到澤連斯基上台 特朗普見他的兒子又沒有經驗 當然是合一下他 2019年5月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安尼 一直都被新當選的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施加壓力 要求他調查Burisma貪污案 然後同年10月 特朗普下令臨時凍結部給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外界公開的理由 在烏克蘭境內有大量腐敗的憂慮 而美國媒體就猜這件事跟電話門事件有關 電話門即是有一位情報部門的官員告密 請特朗普曾經電話施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要求他調查拜登父子 因為消息一出 民主黨咬著不放 事件時續發酵 特朗普遭到美國眾議院彈劾 最後當然彈劾不成功 而澤連斯基就成為了風暴中心 他幫手查Burisma又怕得罪民主黨 不查又被特朗普扣著軍事援助 當然如果是2022年的澤連斯基 他當然懂得怎麼做 你看拜登怎麼做大俄羅斯再就手旁觀就知道 但是自身處地地想 作為一個小國的總統 當時的他又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最終他都是說特朗普在電話中 沒有說過什麼不適當的言論 如果澤連斯基是Deep State的打手 他這個位置老作也好說真話也好 對特朗普出來說他真的有用軍事援助 來要脅查拜登 特朗普就真的很嚴重了 之後澤連斯基就要面對武肺的問題 不過烏克蘭疫情的問題很快就緩和了 然後最令大家意外的是 他們的email接種率是其低 即只有30%多 影片來到最後 說說這次俄烏戰爭 澤連斯基面對了什麼挑戰 上集也有提過 表明有條件接受俄羅斯小規模入侵 和死都不出兵的拜登 很想做和事佬大維持住的法國總統馬龍 要改名做失約的北約 只是捐頭盔還只是送到邊境的德國 之後還瘋 送一些異戰用證 和沒有再保養的武器給烏克蘭 喂 你的炸彈丟出去不爆也是少 還沒丟就爆怎麼辦 近日德國還否決了烏克蘭加入歐盟 不過當然 德國這麼厲害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需要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說完 最後 當然有雖然好像差一差 但是軍力依然相當龐大的俄羅斯 澤連斯基面對著一班 諸葬一般的隊友 Where am I? I am right here sir I am right here I am right here 和神一樣的敵人 他沒有像阿富汗總統 阿金利那樣 塔利班第一天入下布爾 就嚇得賴屎 然後就拿著1.69億美元的錢 和只是戴了一套衣服 一件背心 和穿著一雙鞋 就急急地離開了阿富汗 澤連斯基受到拜登邀請他逃亡 之後你又再叫他離開基庫 成立臨亡政府 他都沒走 俄羅斯出fake news 說他走了 他就立刻自拍 說還在基庫 明知道俄羅斯在明在暗 都一定要殺了他 都不走 還先吵拜登 說我不是要順風車 我是要戰機 再到近日露屌北約會議下一場軟弱 混亂的峰會 澤連斯基還說 從今天起 所有死去的人 都是因為你們而死 因為你們的軟弱 因為你們的事不關己 今天 這個聯盟的領導階層拒絕實施禁飛區 為進一步轟炸烏克蘭城市和村落 開了六等 澤連斯基可能真的沒有從政經驗 他可能真的有了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試問有多少人 有多少個所謂的政治領袖 可以在這個九死一生的情況下 明明可以全身而退 都仍然留守到最後呢 如果俄烏和談沒有進展的話 俄羅斯的軍隊很快就會全面包圍基庫 之後就大打一場 如果你是澤連斯基 你有沒有勇氣做這個 留下來的人呢 1點即是快樂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妨like, share和 comment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旁邊的鈴鈴 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這條影片的後續精華呢 會繼續講講雜連斯基 上任之後面對的不同問題 五元美金就看到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我們逢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晚上九點五小時 會在網上直播我講一下事和政治 希望到時候可以救到大家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一標明 新的回憶 已經到了 下條片 102 上棺 今 是 腸 瞭 期待 外